我們請那個園民會主委 麻煩請主委 您委員好 主委你好 首先我想要先跟今天在委員會裡面 所有的朋友再一次的強調也稍微釐清一下 就是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知道很多關注威權時期的這個轉型正義的 不管是委員或是很多的學者 可能會不太習慣看到說 為什麼好像不同政黨的這個原住民族的這一個 幾個委員有站在一起 那是不是有什麼樣子 為了阻擋什麼事情 在這邊我希望大家將心比心稍微想像一下 如果今天在美國或在加拿大 不一樣的政黨的黑人居然站在一起反對某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相信其他政黨的白人不敢講說 欸你們怎麼可以都站在一起 因為這表示有跨越黨派的一個感受的問題 那一個族群的感受的問題 那因為在台灣不管說你說是汗民族還是平地人 跟這個南島語系的膚色比較近 所以當大家看到這一些原住民族站在一起的時候 還不容易發現說這其實有民族之間的問題 所以很容易習慣性的說你們怎麼站在一起 是不是有特殊的這個政治因素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將心比心 如果今天在一樣的其他國家看到這樣 或是說在澳洲看到不一樣政黨的在地的這個澳洲的原住民 毛利人站在一起的時候 他一定不敢講 白人一定不敢講說你們怎麼毛利人可以站在一起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將心比心 那第二個我想在這邊我想要先請那個主委 我們接著這一個部分我想請主委念一下這幾個漢字 這個字 奶 再來 藥 再來 阿 再來 給 所以接著這四個字你怎麼唸 應該是奶油阿寄啊 所以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不會唸奶油阿寄 奶油應該是奶油 阿寄 對 因為羅馬拼音是NG開頭是 但是漢字沒有這個字 阿寄 漢字也沒有寄這個字 所以我在這邊講的就是 那像這樣子 原住民族連他自己名字的這個權利 都要不回來的狀況 在現行的原基法裡面有任何可以處理的嗎 沒有吧 目前在性民條例裡面要去處理這個 在性民條例還有戶籍的部分 對 這個我知道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有一些朋友會說可以照 用原基法 落實原基法來處理 或是說 用這個 這個 其他的部分喔 來去這個 拼湊式的處理 但是 我在這邊要強調的是 像台灣 我們很重視在國際之間 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叫對台灣的名字 有時候大家被叫成中華台北 中國台北 都很不爽的啊 但是我們自己 國內 對於原住民族 連他自己的名字 我們都沒有辦法保障 那包括其實我不知道 這個主委是不是知道 內政部 回給我們時代力量的一份公文 他是說 接著其實這個會很困難 也就是說 我們希望用原住民族的名字 命名的系統為主 你可以加注漢字嘛 要不然就會變成 我們再看上一頁 要不然就會變成 奶要阿家 奶要阿家 奶要也念錯 阿家也念錯 那我們應該是要去協助這個機制 了解原住民 例如說 在地的當地的這個警察 公務人員 要知道怎麼念原住民族的名字 怎麼去輔導 而不是為了去符合這個機制 然後反而告訴原住民族說 沒有我們現在還是要用這個 因為我們的警察 只看得懂這個字 然後反而都叫錯名字 我們自己台灣人在國外 被人家叫錯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覺得很不爽 我們在台灣有多少的原住民族 每天被叫錯名字 用用漢字去鑽耶 鑽之後又突不出來 又突不中 所以我要講的這個問題是 一定要有一整套的 對於整個機制 他的不正義 有一個確認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希望說 可以推這個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 或是不管你稱呼它為歷史正義 全力的回復就是這個原因 包括內政部 包括我們相關的機關 他必須要有現行機制 就是對原住民族就已經不公平的看法 要不然他一定會跟你說 現在系統不行啊 現在的機制不行啊 我們還是要用漢字為主 連人家的一個名字都沒辦法還給人家 所以在這邊齁 我可以了解 上個禮拜 我想這個執政黨 可能是因為擔心 國民黨 是不是會利用原住民族來阻擋 一些轉型正義的工作 但是我想所有關心原住民族權利的人 會有另外一個擔心啦 就是這把它分開 會不會反而讓原住民族的權利回復邊緣化 這是我們最擔心的事 所以時代力量上個禮拜 我們願意支持說 這個威權時期的我們要做 但是我們希望 在這邊齁 我們希望這個 我們當初 我再講一遍 當初時代力量 我希望脈絡大家都清楚 時代力量為什麼會推動一個比較大的框架 就是希望不要在這個時候 原住民族的權利回復又落單了 但是我可以理解 執政黨擔心 說如果把它綁在一起 會不會變成國民黨在阻擋 轉型正義的一個工具 但是原住民族 關心原住民族權利的人 會擔心是把它拆開以後 原住民族會不會又再一次邊緣化 所以我希望執政黨要很清楚 絕對不能讓人家有這樣的感受 那因此在這裡我想要公開的呼籲 因為我們要去執政黨的委員 包括段委員還有其他在座的 上個禮拜我們時代力量 可以說全力配合完成民進黨版本的促轉條例 雖然裡面有很多部分 我們認為在未來的協商要再增加 但是今天時代力量已經完成了 我們的這個本來歷史正義權利回復法 的這一個草案 我們把威權時期刪除了 因為上個禮拜我們全力協助執政黨的這個方向 因此威權時期我們把它刪除以後 修改成為Focus原住民的部分 但是今天一天下來 我們發現找民進黨的委員 來簽我們這個版本好像有一點困難 那我相信執政黨應該也不會希望 最後我們執找國民黨的簽 我想這個也是獻我們於不義啦 所以在這邊我也是公開 跟我們這個執政黨的委員 那包括趙偉 希望我們上個禮拜這樣子 我們其實沒有什麼這個黨派的門戶之間 我們也很希望 針對威權時期的轉型正義可以進行 我們也希望針對原住民族的權力回復 也趕快進行 那目前我相信我們的版本不差 因此你可以看到 包括親民黨的版本 其實跟我們的版本 也是以我們的基礎來去精進的 那包括國民黨提出來的很多部分 在我們的框架下面也可以處理 我們這幾天改的這個修正案 連賠償部分都趕快把它補充進去了 所以我希望這個包括趙偉 還有幾位執政黨的這個委員 可以來支持我們的 那我相信如果是 如果我們是友軍的話 有一個良好的這個互動 那最後在這邊齁 我還是要再一次呼籲 8月1號是一個很關鍵的時候 那我相信我要再一次講 就是目前的執政黨的這個方向 如果是把這個委員會 真相調查和解委員會 設在總統府 他基本上他其實他的這個調查權 行政權都有限 那最後如果落實要由原民會來落實 我上一次在總質詢的時候 也有跟主委講 我想要原民會叫不動其他的部會 我知道這是很困難的 例如說我們要去把退府會的那一堆 這個土地要回來要怎麼樣 所以 時代力量這個版本 大家如果仔細看的話 在總統府 在行政院都有一個對應的方式 總統府 是這個全副會的會議 歷史正義跟權力回復的會議 可以召集相關的這些部會 一起去落實 在行政院的部分 我們有委員會的設置 我相信我們可以有總統府的高度 同時也有執行跟調查的權力 因此我會希望能夠儘快 不管 雖然還希望有公聽會等等 但是我希望能夠儘快 因為8月1號的期限 也是總統自己在選舉的過程 定下的一個時間 那這個關鍵時間之前 有什麼樣的事情 改革的措施要讓大家感覺得到 那如果可以儘快的 以時代力量為基礎 的這個版本為基礎 大家趕快進入這個審議的話 我希望第一個 執政黨的委員 支持我們的這個修正的版本 然後我們可以儘快的進入審議 謝謝 好 謝謝林傳作委員